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Sara Art Studio,我是Sara 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来画一幅装饰画 装饰画的主题是花朵和蝴蝶 首先我们画一个椭圆来当花心 在花心的中间再画一个小椭圆 给它加一个层次 在两个椭圆的中间用画小圈的方式 加上一些细节 然后用曲线来画花瓣 画花瓣的时候可以找一些变化 因为花瓣呢在不同的角度 看起来会有不同的曲度 我们可以画有的花瓣更舒展一点 有的花瓣会垂下来一点 有的花瓣被挡住了 有的花瓣呢露出来的多一些 所以可以自由的来发挥 想让这个花瓣是什么样的 就可以画成你喜欢的样子 可以画成比较长的爱心型 也可以画成椭圆型 在花瓣的上面呢 加一些小短线 这些小短线代表的是 花瓣上面可能会有的一些皱褶 用同样的方法 反复的把花瓣画上 中间呢如果有间距的话 可以用第二层的花瓣来填补 还可以画一些小的 感觉像是这个花瓣竖起来 所以我们只能看到它的顶端 这个都是比较自由的 所以大家可以随意的画 花瓣看起来不一样 才会更生动更像真实的存在 你需要注意的就是花形的饱满 就是画完之后 大体的这个花应该是一个椭圆形 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画不同朝向的花朵 只要我们把椭圆形画的方向不同 那感觉这个花的朝向就不同了 但是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画 先画两个椭圆 一大一小 然后在两个椭圆中间的间隙 用小的履线圈来加细节 再给它加上花瓣 重复我们画第一朵花的步骤 在这个过程中呢 可以加上自己的设计 有一些花瓣一样大 有的花瓣不一样 有的花瓣前面可能会分叉 这些都是可以的 如果觉得一层花瓣太单薄了呢 还可以给它加上另外一层 注意加第二层的时候呢 要在第一层花瓣的中间 来加第二层的花瓣 让它有一个穿插的关系 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再多画几朵花 让画面呢看起来更丰富 画完花朵之后呢 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些装饰的枝叶 首先我画了一个曲线 然后我让它的叶子呢 再向左右排队一样啊 一个再高一点的话 另外一边就低一点 让它以这样的一个形式画出来 像一个细细的枝条哈 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多画几个枝条 再画更多的花 还可以加上不同形状的叶子 我们可以根据画面的不同 再画上加上更多的花朵 叶子和枝条 让画面呢 要呈现一种疏密有致 就是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 这样的一个关系 花画好了之后呢 我们在画面中间的部分 我正好留的有一部分空白 在这个位置呢我画一只蝴蝶 画蝴蝶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蝴蝶的对称画好 蝴蝶一共有两对翅膀 上面两只 下面两只 左右对称 所以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找一些线 比如它它中间的线啊 这个很关键 它能够把翅膀上下分开 然后呢取线来画它左右两边 蝴蝶翅膀画好了之后呢 在上面加上一些装饰 一般来说蝴蝶的翅膀的边呢 会有一圈颜色稍微重一点的 我们可以把它给加上 画边的时候同样要注意对称 让两边的翅膀 上面的两边翅膀一样大 下面两边翅膀一样大 然后我们给它加上两根弯弯的触角 画在它的头部 把中间被盖住的地方擦掉 蝴蝶的翅膀盖住的花朵部分 把花朵擦掉 然后呢我们在蝴蝶的翅膀上 加上一些装饰 蝴蝶的翅膀上有像骨骼 一样会把它的翅膀上 有一些花纹录给分开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给画上 画纹录的时候 同样要注意左右对称 这是我们画蝴蝶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要求 只要把这一点做到了 我们画出来的蝴蝶都是会好看 好在蝴蝶翅膀上分好格子之后呢 我们把每一个格子跟刚才我们画的水滴形状交接的地方呢 用小的曲线 改变水滴的形状 然后呢再在这个水滴形状里面 加上一些装饰的线 在每一个格子靠近外面的这个边的位置 用曲线 把它画的圆顺一点 这个步骤呢 就是让蝴蝶看起来更精致更好看 蝴蝶画好了之后 我们把整个画面来看一看 画面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用描线笔 把我们刚才已经找到的这些线啊 包括我们画的曲线的部分 用描线笔小心的画下来 这个过程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的描线笔画上去啊 就不能够擦了 不像我们的铅笔可以修改啊 描线笔不可以修改 所以画的过程呢可以慢一点 然后尽量呢 跟我们刚才画的铅笔的线位置是一模一样 把花朵呢也一点一点的画出来 画好了之后 把蝴蝶翅膀的边上 用粗一点的黑色的marker 给它涂上黑边 因为我们今天这幅画呢 画的是黑白装饰画 为了让画面有装饰性更强呢 可以让线从细到粗 再从粗到细有一个变化 然后刚才我们画的细线的位置呢 给它加上 在每一个小格子里 加一个椭圆形作为装饰 在这个小圆里面 拖圆里面 加上一些线 变成一个灰色的点 可以给每一个小圆形呢 再加一个 一点点的透视的感觉啊 让边上稍微有一点点宽 好 现在呢 我是在把每一个小的边边 给它修整 让它的这个每一个小格子 都和 每一个小格子的里面 都是圆顺的边 退远了 开始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方法 让每一条线呢 都是有粗细的变化 我画叶子的时候 让靠近叶子外面的 一个线稍微粗一点 靠近里面稍微细一点 这样呢 它就有变化啊 有变化呢 就有流动性 看起来就好看 画花瓣的时候呢 我可以让它中间粗 两边窄 这样的话 可以稍微增加它一点立体感 感觉更厚重一点 你让这些线更好看 画面的完成度就会越高 给每一条线 加粗细变化的这个过程呢 会有一点点漫长啊 因为每一条线 我们都要给它加上一个变化 它的外轮廓线 但是呢 加上之后呢 会比没有加 看起来画面的完成度高很多 会有设计感 所以大家这一步 一定要认认真真地来完成 如果说 大家画完形状之后呢 觉得这个 装饰性还不够好 想要给它画上颜色 也是可以的 因为如果我们 没有颜色的话呢 现在看起来呢 它是一个黑白的装饰化 那如果我们给它 加上颜色了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 彩色的装饰化了 所以 我们作为一个装饰化来说 现在我们是完成 其中的一个部分啊 如果 您更喜欢 画面比较简洁 靠 线条的这个装饰性 来打动人的话呢 那我们把它完成到 黑白的装饰化 就可以了 如果小朋友们更喜欢 色彩更丰富的画面的话呢 也可以用自己喜欢的颜色 给画面上加上 你自己喜欢的 然后呢 让画面丰富一点 相邻的两个颜色呢 不要一样 这样的画面会更漂亮 好到这里 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 我们下次再见